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一个丧尸乐园的故事 实验是丧尸病毒爆发数年后 丧尸开始进化 一些丧尸变成了憨憨和智障没啥差别 也有丧尸进化有了一定智商 比如这只利用尸体的红魔通过了防护门 还有一类丧尸进化了速度 号称忍者丧尸 我们的主角是一家者 这天来到废弃的白宫 茂叔擅长冷兵器搏杀 根本不怕被咬感染 因为我是猛男我怕谁 卷毛擅长散弹枪 另外两个妹子喜欢宿舍 嗶嗶嗶嗶嗶 鹤发女是姐姐琪琪 金发女是金妹 总统万岁一瞎子在白宫过上了幸福生活 卷毛和琪琪是一对 天天在白宫滚床单 茂叔担心女儿金妹 一个人太孤单了 应该找个帅哥约会 这世界都是上司 去哪找男人啊 要么和上司约会 圣诞节茂叔送了金妹一把枪 希望她防身用 但是金妹这个年纪 青春荡漾 最希望是情感安慰 你送把枪 不如送个滋味器更好 晚上卷毛向起奇求婚 起奇很有压力 起奇想要的是钻石 两个人晚上连啪啪啪都没了 第二天两个大男人发现 起奇和金妹离开了 起奇和金妹开着装有加特林的车 路上没遇到上司 遇到一个歌手男 歌手的潇洒 立马吸引了金妹 几个星期过去了 茂叔和卷毛去购物 当然是随便拿了 卷毛遇到了天真妹 天真妹见到活人 立马要求抱抱 天真妹竟然躲在冰箱里 安全躲过了好多年 天真妹就像刚才遇到了烈火 两个人在白宫里找了张床 来了个女上男 终于让天真妹解决了几年的干渴 晚上听到动静 两个大男人发现起奇回来了 直到金妹找了若姬歌手 茂叔大怒 歌手怎么可能保护金妹 最后金妹和歌手开车远走 告费 所以起奇回来了 起奇发现天真妹和卷毛滚了床单 哇 起奇知道感情完蛋了 男人被抢了 四人开车去找金妹 路上卷毛和起奇互相调侃 半路想换豪车 天真妹不小心按了喇叭 引来了上司 三人不断射击 解决上司 中间天真妹还救了起奇一次 一个上司爬上车顶 扑向卷毛 卷毛弯腰 上司扑空摔向了地面 上司咬了天真妹的鞋子 卷毛补枪解决 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终结者 上司打了很多枪还活着 茂叔补了无数枪 最后踩碎了脑袋才解决这个家伙 四人开房车出发 突然车胎爆了 所以只能开老旧的mini SUV 半路天真妹觉得很热 浑身发红 还开始呕吐 大家都认为天真妹被感染了 最后大家只派卷毛去一枪处理了 大家到了目的地 发现金妹不在 路上大家发现了旅馆 茂叔再弹钢琴 老板娘直接打翻茂叔 双方开始拿枪对峙 一聊金妹和歌手前两天 去了巴比伦避难所 虽然老板娘伴老徐娘 但是正对茂叔的胃口 几杯酒下肚 两个人却滚了一夜 金妹和歌手去了巴比伦 这个鬼地方静止带枪 房户中间有座大楼 静巴比伦的人 枪都被融化了 早上来了个黑帽哥 两个帽子立马因为老板娘 争风吃醋 奇特的是黑帽哥也有个小卷毛 两个卷毛之间聊起了 如何杀上枝 如何生存 发现都差不多 最后一群上司 为随黑帽哥而来 黑帽哥和小卷毛 为了炫耀去解决屋外的上司 竟然被感染了 一番腥风血雨的搏杀 最后靠老板娘的左轮手枪解决了 茂叔和老板娘亲吻后 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茂叔开不了沙滩车 只能继续开迷你SUV上路 路上三人遇到了天真妹 原来天真妹那天花生过敏 而卷毛放走了天真妹 四人开车来到了巴比伦 茂叔炸掉了SUV 上脚了枪械 去巴比伦找金妹 金妹沉迷于这里的和平生活 茂叔觉得不适合这里的生活 还是去冒险吧 茂叔道别后 一个人继续惊险的冒险 半路茂叔遭遇大群上司 而且都是进化的终结者上司 巴比伦继续烟花 吸引了上司群 茂叔来告诉大家上司危机 一看歌手毫无主见 金妹直接抛弃了这个烂男人 大家准备了汽油 打算用火弓 用烟火吸引了上司 点燃了汽油 无数上司跳入火中 成了上司烤肉 一声爆炸 消灭了无数上司 正当大家认为计划成功了 后面还有无数上司 蜂涌而来 茂叔一家子被围住了 突然一声巨响 老板娘开了沙滩车来救老前人茂叔 这车飙得超级爽 一路碾压无敌风火轮 最后玩过了头 车车翻了 大家只能逃入大楼 无数的上司也是蜂涌而入 神勇的茂叔穿过了人墙 跳下了大楼 抓住了钩子 无脑的上司纷纷扑下茂叔 全部跳楼 自杀了 有一个上司抓了茂叔的脚 精妹拔枪射击救了茂叔 那正是圣诞节的礼物手枪 一家子都和好了 天真妹交出了戒指 告别了卷毛 卷毛像起奇求婚了 当然茂叔迎来了真正的第二春 最后茂叔一家子开着敞篷车 奔向新增城 上司横行 竟然开敞篷车 是不是脑子秀了 要我说 上司末日 人类第一任务是繁衍 所以男女应该多多繁殖 多进化 多生育 多找妹子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